雅各書第一章第27集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感谢神的话语 好 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题目 从先进社会的三项指标说起 到底什么是一个先进社会 我想我们华人选择移民海外的时候 我们大多都是以西方的先进社会为目标 所以我们看到很早有个华人移民 我要去非洲 去中南美洲 那么大概我们都是想做所谓的先进社会 那么这些社会在人口数目 军事武力或者城市建设方面 未必真的高人一等 未必真的高人一等 像新西兰在这方面都不行 人口数目非常少 军事武力全国加起来 陆海空三军总数不到五万人 那么然后城市建设方面 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的建设 非常普通的 那么可是 这些先进社会呢 却具有一些符合圣经价值的特色 是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看 先进社会有三项文明 那么先进社会的这三项文明 通常是我们会选择移民区的地方 一般来讲 先进社会第一讲 是为弱者付出 这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视频 里面有一位这个 有一位这个先生呢 他讲说他常 他跟一些朋友常常跑一些西方先进国家 他发现西方先进国家 有三个特色 这个特色呢 就是前面讲的不是军事武力 不是高楼大厦 不是高铁 高速铁路 都不是这些 他就是这个西方先进社会的一个文明 第一个就是为弱者付出 为弱者付出 他这个理论叫做短板理论 或者我们叫做木桶效应 bucket effects 这个木桶效应呢 就是你这个木桶啊 你看他怎么办 木桶的水量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木板 你这个木板直到这里 它水就只能装到这里 这个叫短板理论 或者叫做木桶效应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块板子代表经营 这个板子代表生产 这个板子代表人才 代为一大堆 可是这个板子代表安全 这个如果安全只到这里的话 那个水就只能装到这里 这样大家听懂没有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一个社会啊 最主要要看重弱者的地位 而不是强者的地位 因为这个弱者的地位啊 如果你不顾好的话 那么最后啊 你整个社会都要为这个付出 惨痛的代价 如果这个弱者他长期在这个弱势里面 而这个社会没有做一些调整的话 那么有一天这个弱者忍无可忍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弄得一团乱 所以说呢 这个理论啊 所以在西方啊 他们三项文里面 第一项文里面叫做为弱者付出 我们举些例子 哪些为弱者付出 比如说你发觉 这边有推轮椅的 那么这个轮椅要上车的时候 这个大车子 公交车 它都有一个轮椅的升降板 有没有 让你升上去 好像看起来很耽误时间 可是它一定有的 比如说在走路的时候 你在马路上看 有很多点点点点点的 那些干嘛 给忙者有没有 他用那个棍子啊 来这样走路 他就可以帮助他走路 那比如说在西方 先进社会里 非常好看的公园 非常漂亮的公园 可是公园游览一定免费的 为什么免费呢 因为如果你一收费的话 有钱人可以进去 穷的人的话 我要省钱了就不进去 所以你这样子公园收费 公园是国家的资源 既然是国家的资源的话 大家都应该享受 那么如果你收费的话 穷人就没有办法享受 所以如果公园收费的话 另外一句话叫做 惩罚穷人 这穷人并没有犯错 你为什么惩罚穷人呢 那么所以在这些观点里面 你发觉 它的思维是这样产生的 那么比如说 在西方的文明社会 有很多福利政策 可是这福利政策 有钱的人 就不能享受 为什么 叫排富条款 把富人把它排除在外 所以福利政策 排富条款 为什么 它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劫富济贫 有钱人 你就不要享受这个福利了 这个福利 既然 既然是帮助弱者 那么既然有钱 你就不要分这杯羹了 台北市的市长 叫做 克文哲 以前每年都要发老人福利金 那么就有人检讨说 老人福利金 就对老人的每年 有一点点的 比如说重阳节的时候 敬老的时候发一个钱 那么有人就讨论 就是说 那王永庆也住在台北市 他要领这个老人福利金 干什么呢 所以后来就有一个 说法 就是到了 你的收入到某一个程度 以上的时候 老人福利金就不要 就不要投了 可是 中国人嘛 台湾人其实也是中国人 毛病都是一样的 可是我就不高兴 我有钱 可是该我的一份 你就要给我 那像这些想法 就是 所以你这样子 我就不投票给你 就这种方法 那么整个社会 如果是先进的话 如果先进的话 那么不光是这个执政者 人民也必须有 这种先进的想法 一起提上去 为什么要对弱者付出呢 因为啊 因为追求过度经济利益的时候 在一个社会 在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 其实弱者早就已经付出在先了 因为有他之先的付出 所以后来才有过度的经济利益 给这些比较强的人 或者比较灵光的人 比较动脑的人 他们才会有更好的收入 那么所以在日本 我们虽然不喜欢日本 可是像日本有一个 这个在 我们看下一页 城市 东京市最昂贵的地区 他们有非常便宜的连租房 政府盖的 就是给一般买不起 东京买不起房子的人 你可以长期住在这里 只要在这边工作 你要住在这里 有足够的理由就给你 那么像这些 我们发现所谓的先进社会 他们有一些特色 就是为这个弱者付出 我们看先进社会 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 是为细节尽利 我们看下一眼 好 这为细节尽利就是 不必每样式都做得很大 好大喜功 那个门面花好多钱 搞得好漂亮 不需要的 比如你要在日本 任何偏僻的小城市 你都可以喝他的自来水 你看这小朋友 任何地方就直接喝自来水 他就把虽然是小事 可这个小事代表先进社会 你们任何个小城市 都可以喝自来水 在新西兰也是任何地方 尤其在基督城 任何地方的水都可以喝 当然新西兰不一样 基督城的水本来水质就非常好 那么在东京附近 不是光是饭店里面 你街道上任何公共厕所 都比美五星级 东京街道上的任何公共厕所 甚至偏远一点地区也是一样 他的厕所都干净了不得了 都干净到那个地步 干净了不得了 那么在瑞士 在德国 他的工业产品非常精良 举世闻名 秘诀在对于小事啊 一丝不苟 所以瑞士刀 一直卖到现在上百年来了 我们世界其他国家所做的这个刀 都没有办法取代瑞士刀 因为他们做工非常的精密 所以为细节尽力 代表一个先进社会 那么很多事情其实好啊坏啊 其实就是看在小地方 那么我们看下面这张图片 我主要 我们不要就下张图片 我们不是看这个人 看旁边这个人 旁边这个人是谁 大家知道吗 郭台铭 那么台湾的这个总统 选出来的总统 在国际上走不出去 可是台湾的商人呢 却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谈话啊 这个会面啊 所以他 他比这个台湾民选出来的总统 还要更加的怎么样 有影响力 在某一方面来讲 那么为什么呢 他的企业做得非常好 他的企业为什么做得好 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魔鬼都是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什么意思啊 就他在他的工厂 他的生产里面 他特别要求怎么样 他的这些员工 注意怎么样 注意生产的怎么样 细节 注意细节 他的这些细节就是 魔鬼就躲在这个地方 要把这个魔鬼抓出来 要打击魔鬼 要消灭魔鬼 所以呢 他的企业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为什么 他看这种细节 那么 台湾有一个人叫王永庆 台塑王国 他小学 大概只有小学程度 小学可能毕业了 那么他一开始 从一个 这个米厂做起 就是给人家 给人家粘米啊 给人家这个 这个粘米厂 然后给人送米 那么他为什么 米厂越做越大 米厂做到一个地步以后 政府那个时候 推动石化工业 他跟政府贷款 然后做 开石化工厂 结果后来成就 台塑王国 那么我就跟各位讲 他说每一个工作环节 都要合理化 不是赚钱就好 通常一般 产业啊 到了一个行事大好的时候 干什么都赚钱 他说这个不行 我要说 要行事不好的时候 我也能够赚钱 那怎么办呢 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细节 我都要合理化 我就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比如 他给人家送米 然后人家打电话 找他送米 米送到的时候 他就会记起来 某某人家 几月几号 我来送来米 然后呢 然后他送过两三次以后 他就知道 这户人家 这一缸米 大概吃多久 然后呢 他还非常细节 这个米缸在这里的时候 他不会把米直接倒进去 这米缸里面 多少有一点沉米 他会把里面的沉米 拿出来什么 先倒在 他自己带来的一个容器里面 把新米放进去以后 然后再把这个沉米怎么样 再倒在怎么样 新米的上面 然后等到下一次 人家还没有打电话来的时候 他就来告诉人家 我知道你们家米用完了 我送米过来 连叫都不要你叫 那请勿你到最后 所有的用米的人 吃米的人 是不是都找他了 所以他就做起来了 他注意这些细节 这些环节 而不是我这边开这家米店 反正你们大家都要吃米 你们都会来找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反正我有钱赚就好了 不是 他注意每一个细节 而这样的精神 用了他整个的台塑企业里面 后来成为了所谓的台塑王国 我们再看 所以这是第二个地方 我们讲到说 为细节尽力 那么西方社会呢 还有第三个 我们看第三个什么 为未来买单 为未来买单什么 就是牺牲眼前的利益 我们看这个是怎么样 绿能发电 像这个呢 这个风力发电 这是怎么样 太阳能发电 那像这些呢 都是 这个成本很高的 那么像德国 他们现在几乎都是 全面绿能发电 德国的人民 他可以忍受十年 两倍高的电价 十年两倍高的电价 为什么 他就希望 在德国 不要有什么 有这个核能发电 因为核能发电可能危险 那么他也希望 不要有这个燃煤发电 燃煤发电污染 把大家的受不了 那么所以 德国人他们 人民整个 可以配合政府的政策 然后政府也有这个眼光 人民也愿意付出 当然我相信 这十年发电里面 我们如果换了 我们华人一定会说 那有钱人没有关系 大概两倍发电 我们穷人怎么办 在德国他不会讨论这个事情 既然是全社会的事情 管理有钱人 管理穷人 大家愿意 整体的名义 愿意支持 我这边讲到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 台湾早期 有些高等的技术 到德国去买 那么曾经有一个将军 少将 那么他也是带着 一个一群团队 到德国一个某一个公司 去学某一门技术 然后他住在 这个德国 租的一个房子里面 这个房东是一个老太太 他有时候出门的时候 没有关灯 可能紧急啊 或什么忘了 那么结果回来后 这个房东老太太 马上就说他 你为什么出门不关灯 他说我反正付电费啊 你这个电费到时候 算我算他就好 他说你虽然有钱 你有钱可以付电费 可是你没有权利 浪费我们德国的能源 他讲了这句话 他一点都不在乎 得罪这个客人 他一点也不在乎说 这个客人 以后跟别人讲了以后 然后以后人家 不来租我的房怎么办 因为陆陆续续会有台湾再过去的人 那么他不在乎这个 他就马上就纠正他 你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了 那么然后呢 这位将军呢 他自己觉得很惭愧 因为他的直接反应就是 我又不是不付钱给你 你的电费拿来我照付就是了 他的重点不在这里 而是你不可以浪费 我们德国的这个能源 他不在乎这个客人 我相信我们华人 即使我们在省电 可是如果客人他付电费的话 大概我们就算了 反正他付电费 那么所以像这些地方 都是让我们知道 一个先进社会 他们会未来买单 他会未来买单 我们看下面一幅画 那么这是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混合动力版 就是你在跑的时候会产生电 那么这个电 那么让你跑车也要耗油 叫油电混合动力车 美国是油价比较便宜的国家 为什么美国本身就有许多的油田 那么只是他不大开发 他尽量是进口国外的油 那么美国的油价相对来说 比起其他国家都是比较便宜的 可是为了节能环保 从2000年开始 人民自己买这个 这个丰田的混合动力车 160万辆 从2000年到现在 也不过12年11年 已经买了160万辆车 为什么 人民有这个心觉 那么这种车呢 要比一般车要贵一倍以上 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看 这个为未来买单 那么比如说先进国家 他的整个国家总预算 在教育这个部门支出 这个经费一定是在一定比例的 尤其是儿童教育 国小教育 那他的军事预算他也有 可是一定要受民意的监督 然后这个儿童教育 尤其这个教育预算 是绝对不能够随便的打折扣的 因为这是为国家的下一代来着想 像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 来省思 先进社会这三项 我再说一次 第一个为弱者付出 第二个呢为细节尽力 第三个呢为未来买单 那么其实这三项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 圣经真理早就有教导 那么我想到圣经真理 在这三方面早就有教导 那么这些所谓的西方的先进社会 是不是受到圣经真理的影响 我相信是 我相信是 那么当然我们想想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可是我相信圣经真理的教导 在潜移默化的时候 就造成他们这样的形成的这种政策 我们看圣经真理怎么教导 我们看下一页 圣经真理特别看顾弱势群体 就是所谓看重弱者地位 而不是强者地位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耶稣就是专门跟社会边缘人做朋友 我们看这个 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这个地方 第十二章这个地方都是马太福音 重复讲了一句话 第九章十三节耶稣讲了这句话 第十二章第七节又讲同样一句话 大家一起读 来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耶稣在他那个时代 还是犹太教的时代 在圣殿里面 还有到圣殿里去敬拜的这样的习俗 耶稣自己也到圣殿去敬拜 那么所以那个时代还是非常强调 这种祭祀的献祭 这些仪式这些礼仪的时代 可是耶稣的教导就是说 对他来讲他更喜欢连续 连续是人与人之间 连续是怎么样面对这个其他人 耶稣说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 那么形式上的那一套的 耶稣说那个不是他喜爱的 所以你发现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的好朋友马大姐弟 有没有 马大 玛利亚 还有什么 拉萨路 这是穷人家 而且没有父母 就在姐弟三个在那边相依为命 耶稣跟这些人为朋友 耶稣在耶路撒冷忙了一天 然后出了耶路撒冷之后 耶路撒冷附近 马大他们住在那附近 耶稣走路到他们家去 跟门徒到他们家 肯定在他们家附近过夜 耶稣跟麻风病人做朋友 到麻风病人家去做客 耶稣跟税吏做朋友 税吏是当时很多人都瞧不起的地方 被骂卖国贼的这种人 耶稣跟当时的妓女 也愿意救他们 也愿意拯救他们 跟他们说道 那么残疾人 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有地位 有钱的人来信耶稣也有 他们来找耶稣谈道理 比如说尼格迪姆 尼格迪姆又有钱又有地位 这个各方面都不错 耶稣也不拒绝这样的人 可是你会发觉 耶稣主要 祂走得比较近的 祂比较特别关心的 是当时社会的一些弱势的阶层 所以圣经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教导 所以我们当今社会也是一样 那么后来在雅各苏里面 雅各苏说什么叫做前程 我们看下一页 什么叫前程 雅各苏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我们再读一次 来 请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事情 所以呢 看顾这个非常 当时那个时代 所谓的弱势阶层 就是孤儿寡妇 那么什么叫前程 你有爱心来看顾他们 什么叫前程 你自己不要沾染世俗 什么意思 就世俗上那些坏的风气 那些坏的毛病 你不要怎么样 无形之中怎么 也把这些坏的 坏的风俗 坏的文化 坏的毛病 通通通带到身上来了 那么所以呢 这个叫做前程 这是雅各苏所讲的 所以教会也应该 看顾弱势的群体 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今天我们教会 有哪些弱势群体呢 如果我们要看的话 大概是贫困的 残疾的 孤儿寡妇 老无所依的 单身在外的留学生 那么像这些 都是我们应该看顾的 那么对于教会来讲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样 能够超过 所谓先进社会 起码我们在这三项上面 圣经所教导的 作为传道人 我应该以身作则 在这方面做榜样 那作为各位弟兄姐妹 信徒呢 我们也不自觉的 我们在这方面 能够让我们教会 整体有这么个风气 我们教会整体的风气 就是我们特别看顾 弱势的群体 我自己在 应该是20多年前 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我有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教我们步道学 Evangelism 他教这个步道学的时候 他就第一堂 开宗民意跟我们讲课 他讲说 我今天教你们步道学 不是告诉你们 methodology 就是方法论 怎么样去步道 怎么样去步道 这个我后面会讲一点 可是我今天 主要跟各位讲的 是你要步什么道 你道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他道的内容里面 他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然后他就特别指明 现场 除了我一个人是中国人以外 其他都是澳洲同学 他就说 You Australian church need to repent 你们澳洲教会需要悔改 那么这个老师本身 当然也是澳洲人 不过他原来不是澳洲人 他现在规划为澳洲籍了 他是一个黑人 他是中南美洲的黑人 他的太太是英国人 他在伦敦读神学的时候 认识他的太太 他们现在住在澳洲 他就想说需要悔改 他说所有西方的教会都需要悔改 那么他这个话题就比较敏感一点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现在请问你一下 你们的教会 所有西方教会 几乎都有一个特色 这都是中产阶级的教会 他说你们教会有哪个教会不是中产阶级的 结果没有学生 这个举手我们教会不是 那么几乎每个教会都是中产阶级 他说为什么澳洲社会的那些贫下阶级 为什么不愿意到你的教会去 他说你们有没有去思想 你们的教会真的合乎耶稣基督所强调的 在世的时候特别怜悯的一些弱势阶层吗 然后那堂课上完了以后 下课的时候 有些澳洲同学在 大家在议论这个事情 这个老师怎么跟我们上第一堂课 就这样批评我们呢 就这样讲 他也是个黑人批评我们 我呢那天我觉得他也没批评到我 他说你们西方社会 所以我就在观察他们讲什么 可是他讲的这个内容啊 却一直放在我的脑子里面 所以后来我跟我的师母 我就想到说将来如果我们出来服侍神的时候 我一定记得这个老师所讲的话 所以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教会应该要把耶稣基督教导的 我们好好记得 让我们的教会是对那些弱势阶层张开 双臂欢迎他们的教会 好再过来第二点 再为细节付出 为细节来尽力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小事上忠心 从办小事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能否办大事 耶稣讲的 路加福音我们一起读 预备来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易 在大事上也不易 所以小事做好 基本上大事你就不用太担心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到 抓大事不要抓小事 其实不见得 你发现抓大事不抓小事 只是门面上好看 场面上好看 那真正能不能让人安心 真正能不能有这个长远的影响和绩效 其实是小事 那么另外一句翻译是这样子的 另外一句翻译我们再读一次来 请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人 在很多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易的人 在很多事上也不易 所以当我们说抓大不抓小的时候 请我们注意 那个小节也不是可以随便牺牲的 如果随便牺牲小节 如果一个大团体里面 随便牺牲一小群团体 其实将来都要付出代价 所以感谢上帝 圣经早就有这样的教导 你记得耶稣讲过的 类似的这样的话 当然这段话本来就是耶稣讲的 耶稣还讲了其他的话 我们看下一节 下一节 耶稣讲的也是一个比喻 耶稣讲这个主人说 好良善的仆人 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可以有权柄管事做成 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 不是说哇 你是办大事的料 所以你怎么样管事做成 不是 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我就知道大事上你也不会麻糊 所以呢 你有权柄管事做成 那么耶稣还强调 那个最小的弟兄 我们看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 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耶稣强调的比喻说 一个国王 一个国王他对他的部下讲 那么部下讲说 你们曾经在我这个最患难的时候 来看望我 来帮助我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来照顾我 他说我们没有坐在你身上 耶稣说有 因为你曾经 不这个王说有 因为你曾经坐在一个最小的一个人身上 你就等于是坐在我身上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符合 跟刚才第一点有点像 短板理论 短板理论 所以呢 这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我盼望我们的想要服事主的人 我们在一些细节上要特别注意 起码不要迟到 我们一些老同工们要给新来的朋友做榜样 不要老是迟到 你迟到偶尔一次难免 你如果迟到成为习惯 真的需要在上帝面前好好悔改 虽然是一件小事情 好 我们再过来 看第三个 居安思维 顾及未来 我们敢讲 我们说 先进社会 未来买单 为未来买单 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 居安思维 我们要顾及未来 当然 圣经所说的未来 包括我们以后的岁月叫未来 可是圣经还讲一个未来 是讲人生 今生跟什么 来生 那个来生还在未来之内 所以我们看 耶稣 他曾经为了圣城的未来而哀哭 这圣城就是耶路撒冷 我们看这一段记载 一起读来 请 耶稣临近的时候 望见金城 便哀哭他说 恨不能在这一天 你也知道 有关你平安的事 但这事 如今在你眼前是隐藏的 耶路撒冷那时候看起来繁华 耶路撒冷看起来 哇是人文会碎的地方 非常 每年 每次碰到过节的时候 各地的人都到耶路撒冷来 可是耶稣看到耶路撒冷 耶稣知道耶路撒冷将来 要遇到的祸害 那么结果 没有错 后来耶稣定十字架 升天之后 大概四十年左右 后来在祖后七十年 就是耶稣 定十字架 死了 复活 升天之后 再过四十年 后来耶路撒冷就整个怎么样 被罗马大军怎么样 攻进去 而且 守军呢 死得非常惨 而且 罗马 帝国的军队一把火 把圣殿给烧了 把圣殿给烧了 结果呢 圣殿里面 因为有很多的金 黄金呢 雕饰 这些 那么因为一烧了以后 这些黄金都融化了 融化就融化在 这个地基里面 这个地基是一块一块的 大石头 就融到这个 石头缝里面去 那么罗马军队 烧完了以后 然后这黄金在里面 对不对 然后他们也觉得蛮可惜的 然后就把石头 搬开来 然后把黄金 弄走 所以就变成符合了 圣经讲的那句话 耶稣讲的 将来这个圣殿 的这个地基的石头 一块都不会怎么样 叠在原位 就是都会被挪开 果然挪开了 果然耶稣的预言 果然成真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拿那个 石头缝里面的 那些黄金 所以耶稣想到 这个的时候 耶稣就为这个 圣诚哀哭 说恨不能在这一天 你也知道 有关你平安的事 可是当时的 耶路撒冷人不知道 当时的他们 就是你告诉他们 他们也不相信 他们认为 耶路撒冷是上帝 一定看过 看过到底的人 很多人以为 我只要跟上帝的名誉 扯上边 我就不会有事情 那么可是 耶路撒冷人不好好敬畏上帝 如果你不好好敬畏上帝的话 上帝照样让耶路撒冷怎么样 被仇敌攻陷 我住在新西兰的时候 新西兰有个地方 叫做Christ Church 基督城 我们翻成基督城 当然更好的翻译叫做 Christ Church翻成基督教会 Christ是基督 Church是教会 当然翻成基督教会的话 大家就不知道 这是个城市 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基督城 那么那段时间 新西兰好几个地方 都发生地震 有个住在新西兰的一个基督徒 我一个朋友 他在外面讲道就是 你看新西兰好多地方发生地震 可是基督城就不发生地震 为什么基督城 他的名字叫做基督的城 基督的城怎么会发生地震呢 他讲完了第二年 基督城一个大地震 结果把那个塔都怎么样 都震翻掉了 结果他很不好意思 他自己跟我说 你看我这个讲道讲太快了 结果发生了 那么你不是班上这个就有用的 在旧约时代 这个以色列军队打败仗 打败仗跟非力士人打不过 怎么办呢 抬着约会去 抬着上帝的约会去 抬着上帝的约会去 去跟敌人打仗 结果不但打败 连约会都被敌人怎么样 跟掳走了 所以呢 基督 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 你平时你的心里 不敬畏上帝 你认为我只要挂个基督徒的名义 上帝就要保你一辈子平安 没有这样的事 你用这个办法可以玩弄 其实也玩弄不到别人 你还想用这一套来玩弄上帝 这怎么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我再讲回来 那么我们人 一个先进的社会 他会想到这个社会将来会遇到什么事情 会将来会遇到什么事情 那么比如说 我以台湾来讲 那么台湾呢 这个政党轮替的 原来的反对党两年以前 他们就提出 我们要为台湾着想 要爱台湾 怎么爱台湾呢 我们要拒绝核能发电 拒绝核能发电 那不用核能发电怎么办呢 我们用绿能发电 另外有句话比较好笑 用爱发电 那么结果呢 结果后来呢 这样讲也可以 如果老老师跟老百姓讲 他说我们上来执政以后 我们电费是要涨价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绿能发电 不用核能发电 我们必须这样做 可是他说 我保证核能 不用核能 用绿能 而且保证不涨电价 这就涉嫌欺骗了 那么结果呢 果然老百姓要好骗 结果怎么样 就是顺利的拿到政权 拿到政权以后 现在果然不用核能发电 核能发电电厂都把它关了 然后用什么呢 燃煤发电 所以现在台湾的这个情况 比雾霾还严重 所以很多人说 对啊 核能发电 有可能有一天 核能电厂爆炸 我们就死了 没有问题 你这样讲 可是现在你不用核能 哪天我得肺癌也一样会死 现在你不用核能发电 你用我们的肺来发电 这个也不可以 所以像这些 这个反对党 他有想到未来 可是你想到未来 应该老老实实地跟老百姓讲 你不可以乱开空头支票 现在根本其实做不到了 现在他说 不用燃煤发电 电不够 那电不够用核能发电 不安全 那么用燃煤发电 老百姓现在也有话讲了 对 我不会死在核能 可是我也死在什么 肺癌 所以像这些呢 我觉得一个先进社会 不但要未来着想 可是也应该 诚诚实实 大家摊开来 让老百姓面对 我到底要不要这样做 那么这才是光明磊落的做法 那么一个先进社会这样子 那么圣经耶稣 也这样教导我们 让我们看见 他当初看到耶路撒冷的 未来几十年之后会有危险 可是当时的人看不到 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 耶稣也警告人 不要只贪图今生 每个人将来都要面对来生 圣经讲到说 我们今生的一切 将来都要面对审判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来生 我们的来生 不是像佛教说的 来生要进六道轮回里面 进到哪一道去轮回 不是 基督徒的来生 就是面对上帝 或者与上帝永远同在 或者呢 进到毁灭的地狱 基督徒要来生 那么我们呢 讲的来生 就是指今生之后 我们的人要走向哪里去 好 那么耶稣曾经警告人 不要只图今生 我们看下一章 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的记载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了 在那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基层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谁呢 所以我们看啊 这个财主 他打得如鱼算盘 可是这个耶稣讲的比喻说 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 今天晚上就要你死 你就活不成的话 你在预备的一切 到底有归谁呢 台湾有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所谓台南帮的 什么台中帮啊 什么这些 意思是什么 就是当初的这个企业集团的 这个首脑 他们死了 灵堂还在那里 灵堂有时候摆一个月 这个他的子孙啊 还有这个儿媳妇 孙媳妇 就在领堂里面见面的时候 还吵架 还打成一团 为什么 就为了分产业 结果报纸上就说 当事人尸骨未寒啊 怎么就在这边吵闹了 各位我们多少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多少人还是在拼命的 集财 我的意思不是说 我们不可以做经济改善 当然应该的 可是为什么不学学西方人 西方人不见得把财产都留给儿女 让儿女去打架去吵架 西方人把相当大的一部财产 回归社会或者捐给教会 然后留给儿女会有一部 保持他的爱心 可是绝对不这样整个的给出去 所以呢 这是 这是我们讲到 人怎么样为未来 为未来着想 你的未来 真的是 你的想法真的都是正确的吗 我们再看耶稣另外一个例子 耶稣教导门徒看中孩童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便责辩那些人 耶稣看起来就恼怒 你很少看到耶稣讲恼怒 对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一样 断不能进去 于是抱着小孩子 给他们按手 给他们祝福 所以教会为什么有主日学 不满一年的 不满一岁的 那么主日学上什么 什么都不上 那个老师只负责给他换尿布 让父母可以安心做礼拜 然后到再小一点的话 也什么都不上 就带他们在那个什么 在那里面玩 再到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就开始怎么样 教他们唱怎么样 这个福音歌曲 简单的福音歌 最常唱的歌就是 那里面有一个福音歌 就是基斯牧子 也就是耶稣爱我 这不错就是这个歌 就唱这个简单的歌 然后再大一点 然后各种主日学 然后老年人又有老年人主日学 他们的主日学非常完整 也有足够的师资 不过这个要签到大教会 那么怎么执行呢 它是这样子的 它礼拜天上午有两堂 所以第一堂做礼拜的时候 有一半的人就去上主日学 第二堂呢 然后第二堂的人呢 那个上主日学的人 第二堂来做礼拜 然后第一堂做礼拜的人呢 就到第二堂去上什么 第二堂来主日学 它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美国的进行会 美南进行会 Southern Baptist Church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还是美国最大的一个中派 因为在这方面 他们非常的有特色 广州有一个教会 他们这方面继承来 因为他们当初 他们当初啊 在四九年以前 应该是在清朝的时候 这个教会 应该在清朝结束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的美南进行会 在那边建立了 他们一直保留了这么好的传统 所以呢 教会要看重主日学的工作 主日学绝对不是 让这个大人安心做礼拜 然后有人看着他们 让他们不闹 当然太小的时候 本来是这样的 可是到了大了一点以后 我们要看重主日学的工作 而且有系统的教导 我要告诉各位 当初我自己在阻碍之家的时候 孙牧师那时候来跟我谈 说你要不要来跟这个 进行会合并在一起 我马上说我愿意 因为我在台湾那时候 我本身就是进行会了 我知道进行会 有些很优良的专动 第二 第二个重要因素 就是我想到我们教会 有那时候有差不多十个左右的这些孩童们 这些孩童们主日学 谁教都是妈妈们教 而妈妈们的音语不够表达 妈妈们教小孩子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那小孩子听妈妈讲话 平常那些话听得懂的 吃饭 还不赶快去睡觉 好好写作业 该弹钢琴的 这句话他都很熟 你跟他讲耶稣的旧婚 耶稣到底小孩就听不懂了 小孩你要教他要什么 要英文教 那么所以我想到 这是一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 当我们加入这个教会以后 我们的孩子怎么样 马上就可以接受这个 他们的母语 他们真正的母语是英文 母语来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 所以感谢上帝 我当时想着 我在上帝面前的诚实说 我是想着我们教会的未来 我们的孩子下一代 到底要不要顺利的接受福音 这都是我们应该想到的 所以一个教会 必须要考虑到他的未来 好像一个先进社会 他们为未来买单 我们在看圣经告诉我们 一些其他的教导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未来着想 就表示我们做善功 从这个行善这边 不要把它解释成 好像慈善事 也不是 圣经的原文就是good work 就是好的行为 这种值得做的行为 也许当时看不出来 可是只要不灰心 时候到了就要收成 未来会收成 好像我们讲的 德国人 他们忍受了十年的高电价 可是现在他们就是 整个国家都是绿能发电 也不担心污染 也不担心核能电厂的危险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徒 在世的时候 难免会付一些代价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又照各样的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所以耶稣讲说 做基督徒在世上 难免要付代价 可是将来有天在天上 这个赏赐是大的 天上是未来 那么基督徒有多少人 愿意相信将来 未来在天上的赏赐呢 使徒保罗早就告诉我们这句话 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 我们一起读 来 请 我们若靠基督 此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归 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必须要高举 耶稣基督的真理 各位刚才从这三点 为弱者付出 为细节尽力 还有为未来买单 这三样都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 我们刚才引用的经文 都是以耶稣基督的经文为主 教会之后高举 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带领更多的人 来归回上帝的国度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想到这三样 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 在新约里面早就教导过我们的 所以我们最后来看 我们怎么样来高举基督 那么高举基督引群羊归回 耶稣基督自己讲 约翰福音 大家一起读 预备 来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所以我们真正吸引人来到教会 我们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 把它彰显出来 耶稣基督那个最珍贵的教导 把它彰显出来 自然可以吸引人 而且吸引人是真正来归向耶稣基督人 今天在教会里 要做吸引人的工作 有很多方法 社会上 世界上有很多方法 可是那些方法吸引人到教会来 然后能够持久吗 这些人将来真的能进天国吗 真的能面对审判吗 我们如果高举耶稣基督的教导 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不但吸引人来 而且吸引一个是一个 将来可以坦然无惧的 面对最后的审判 面对救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自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最后我们再读 耶利比书 菲利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 来请 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以父上帝 教会 我们所谓基督教 耶稣基督的教会 就是传扬基督的真理 基督在地上所教导我们的 我们把它高举 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个 耶稣教导的这三样特色上面 我们大大小小 大家都一起来努力 盼望这三点也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特色 能够吸引万民来归向主 好 最后我们看一点结论 先进社会成为外来移民的优先选项 是因为它具有一些美好的风气或品质 这些风气或品质都来自圣经的教导 如果教会也能够高举主耶稣这些的教导 必能够成为一间吸引万人归主的教会 好 我们祷告 慈爱填抚上帝 我特别感谢赞美你 今天早上带领我们再一次欢喜快乐的到你面前来敬拜你 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世上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教导 有一些国家 有一些民族 因为他们遵守了这些教导 他们成为吸引外来移民的社会 主啊我们教会本来就应该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 能够吸引许多不幸的人来归向你的大家庭 上帝啊我们今天早上有两位姐妹 他们举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愿意在这个上帝的大家庭里面 一同认识一同学习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宝贵 他们愿意做上帝的儿女 上帝啊他们刚才举手的那个感动 求你特别兼顾他们 持续他们的信心 让他们这一生在今天的决定 是他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 感谢赞美你 我们恭敬的把他们这两位交在你的恩手中 奉耶稣基督声明祷告 阿们